第四百八十二集 城头的大混乱 玉堂弟子也腾出一些人手 帮助立堂弟子支撑着那巨大的壮城锤 冲向城门 令那五十万斤的重量更加恐怖的爆发开来 巨大的凹陷出现在城门上 伴随着这强横的撞击 天斗帝国百万雄师也跟随着怒吼出声 他们的声音成为了立堂和玉堂弟子们 最大的动力 快速后退 第三次冲击接踵而至 一道道巨大的裂痕 开始出现在城门相连的墙壁上 这升铁门虽然足够厚 也足够坚实 但却并不代表 他们连接的城墙也足够结实 巨大的升铁门在撞击中已经开始变形 连带着周围的城墙 也越来越无法支持了 嘉陵关城上 金鳄斗罗已是红了眼睛 他当然知道城门被冲破会是怎样的结果 混蛋 反击 阻止他们 就算是死 也要给我顶住 他这怒吼声 毫无疑问是朝着魂狮军团发出的 此时在一连串的骚乱之后 魂狮军团的上万名魂狮也已经定住了神 幽冥白虎虽然强悍 但他面对的毕竟是数以万计的魂狮大军 魂狮的身体强度要远远超过普通人 在击杀了数百名敌人的同时 幽冥白虎也消耗了大量的魂力 恐慌中的五魂帝国魂狮们不断将各种各样的魂迹 释放在他们身上 攻击实在太多了 导致幽冥白虎整体的能量下跌速度 甚至比先前面对四五两位供奉的时候还要快 面对众多魂狮围攻 虽然幽冥白虎每一次攻击都能带走数十名魂狮的生命 但从他本身释放出的光芒来看 他的攻击已经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了 五魂帝国的魂狮们也勉强清醒过来 大部分魂狮的攻击依旧朝着幽冥白虎倾泻 少部分也已经腾出手来 朝着城下的唐门破成小队再次发动了攻击 他们也知道要是嘉陵关破了 他们也绝对好不了 大老大撤不来 正在与六共凤纠缠的马红郡 不断从空中发动俯冲攻击 因为身在空中 他对场上的局势看得最清楚 五魂帝国这边没什么人注意到 那软趴趴的趴在地上的碧鳞蛇谎 他可是看得清楚 尤其是戴木白那边的五魂帝国魂狮们已经调整过来 大量的魂狮都在聚集力量向幽冥白虎发动攻击 再这样下去 戴木白和朱竹青的实力虽强也要被耗死了 毕竟他们的多一半钻石肠已经吃了 不可能再有完全恢复魂力的可能 正所谓以多咬死相 那毕竟是军团级的魂狮 戴木白也知道不能再这么下去 听到马红郡的提醒 幽冥白虎再次迸发出恐怖的爆发力 庞大的白色能量瞬间席卷而出 这一次 足足有上百名魂狮被轰击的飞了起来 阻挡住了众多共享幽冥白虎的魂迹 幽冥白虎也趁此机会到月而出 没有再进入强者们这边的战场 而是直接朝着城下跳了出去 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魂力也所剩无几 必须要到安全的地方恢复魂力 身体尚在空中 幽冥白虎已经溃散 重新化为了戴木白和朱竹青两人 他们的神色虽然十分疲倦 但脸上的兴奋却是显而易见的 从攻城战开始到现在 毫无疑问 在战斗中 他们取得的战绩最为辉煌 此时 嘉陵关城上 双方强者的战斗中 天斗帝国一方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凭借着城下宁风至宁荣荣妇女的辅助支持 再加上已经被重创了一部分敌人 现在 五魂帝国一方 需要那些八十多级以上的魂师们全力以赴 才能勉强配合几位供奉和封号斗罗 抵挡住这边的攻击 可这些魂斗罗的数量 却在快速减少着 小五呢 如同幽灵一般的身影 在不断的瞬间转移中 凭借着他那强横的柔绩 一个接一个带走着他们的生命 每减少一个敌人 他们遇到的阻力也自然会减少几分 可以预料 这场战斗 天斗帝国一方的强者 至少不会失败 毕竟 小五 马洪郡和奥斯卡的多一半钻石长 还没有使用 他们随时还能迸发出最强的实力 加入战斗之中 有着多一半钻石长的宁荣荣 持续增幅能力 也足以维持到这场战争结束 随着幽冥白虎下沉 负责指挥着金鳄斗罗 也算是暂时松了口气 尽管幽冥白虎 在这短短时间内 斩杀了近千名浑石军团的浑石 但毕竟 城头上的浑石数量众多 只要稳住阵脚 天斗帝国就算在这边强者对战中战军的上风 凭借着如此大量的浑石 他们固守嘉陵关 也还是能够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 此时 在他的命令下 城内的弓箭手已经在盾牌兵的掩护下 登上了城头 纷纷就位 开始向城下 倾泻箭矢 巨弩也被吊击起来 开始发射 那可是重装甲步兵手中的塔盾 也完全无法阻挡的强横防御武器 可就在金鳄斗罗 这一口气没有喘云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 一个脸色苍白的老者 缓缓从城头上站了起来 一身墨绿色长袍 还有那标志性的墨绿色头发 令金鳄斗罗心头骤然一沉 这个人 他当然认识 当初他前往五魂殿 斗罗殿 进行封号册封的时候 还是金鳄斗罗主持的 如果换作以前 金鳄斗罗当然不会将他看在眼里 但这个人 如果放在战场上 却是一个最为恐怖的存在 正是独孤伯 独孤伯似乎感觉到了 金鳄斗罗在看着他似的 朝这边扭过头来 咧嘴一笑 露出了森森白牙 此时他的脸色看上去十分难看 苍白如纸 明显是脱离了的样子 但金鳄斗罗却记得很清楚 在之前的战斗中 并没有看到这位独斗罗的出现 一股冰凉的寒意 瞬间令金鳄斗罗四肢发冷 身体都不禁为之颤抖起来 脑海中已是一片空白 就像是要验证他的思考似的 独孤伯的双眼突然变成了绿色 脸上带着充满邪恶的享受似的双手 同时做出一个向上烘托的动作 没有任何轰鸣 或者是气势惊人的爆炸 伴随着独孤伯的动作 阴晕的淡绿色气体 开始从城墙上升了起来 除了双方强者对战的这段城墙之外 那淡绿色的气体 几乎蔓延在嘉陵关城头上 其他地方角落的任何处 看上去充满了诡异 刚开始的时候 那雾气还十分淡化 并没有引起五魂帝国这边将士的注意 但是当第一声惨叫响起的时候 比先前幽名白虎冲入魂师军团中 更强烈的骚乱发生了 第一个发出惨叫的是一名弓箭手 他在张弓搭建的时候 突然发现 自己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变成了绿色 冰冷的感觉 瞬间从心脏的位置传来 他的惨叫是在极度惊恐之中爆发的 下一刻 他整个人都变成了墨绿色 一口铜色的血液喷出 整个人已经悄然倒了下去 不得不说 毒孤伯的碧琳蛇黄毒虽然恐怖 但带给人的痛苦却并不强烈 当那冰冷的感觉传入大脑的时候 剧毒已然攻心 不超过三次呼吸的时间 就会一命呜呼 当然 这是对普通人而言 魂尸的身体抗性 要比普通人强得多 支持的时间自然也要多上一些 但是 这多出来的 却是以秒来计算的 七十级以下的魂尸 魂力每多一级 也只不过是能够多坚持一秒而已 在那墨绿色光芒涌入全身的过程中 他们所能感受到的 只是更多的恐惧 整个嘉陵关内五魂帝国魂尸几乎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在成头 当那阴晕的绿色雾气遍布城墙的时候 他们发现 自己的身体已经开始有部位变成的绿色 一些在先前战斗中已经受伤的立刻就毒发身亡 就算是魂力较高的 也能清晰的感觉到那冰冷的气息正在向全身蔓延 那根本就不是魂力所能挡的 越是催动魂力 血液运行的速度就越快 死的也就越快 整个嘉陵关城头上都布满了一层绿油油的光泽 别说是身处其中的五魂帝国魂尸们 就算是城下天斗帝国这边的将士们也是一片骇然 呐喊的声音都降低了许多 雪崩与歌龙元帅对视一年 两人同时感觉到了深深的恐怖 雪崩和叔叔雪星亲王 本就和独斗罗的关系十分亲近 不过随着雪崩登基之后 接触到的强者越来越多 尤其是像唐三父子那样的顶级强者 令他们已经有些忽略独斗罗的存在了 毕竟独孤伯的正面战斗能力 在封号斗罗中实在不算什么 就算是现在的黄金铁三角所画的黄金圣龙 也能稳稳的战胜他 但是真正到了战场上 他们才突然意识到 在所有的魂师中 真正能够作为战场大杀器的 并不是那些魂力超过九十五级的 封号斗罗强者 甚至不是那与对方神级强者 决战于高空之中的兰号王唐三 而是这在前几次战斗中 不显山不露水 悄无声息隐藏于本阵之中的独斗罗 到了这关键时刻 独斗罗将自己真正的能力发挥出来 带给五魂帝国的绝对是梦魇级别的恐惧 其实也并不是独孤伯不想在以前的战斗中 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实在是因为五魂帝国刻意针对他 令他的能力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在五魂帝国中 一共有两名封号斗罗 能够稳稳地克制住他 一个就是那个曾经与他交手 并且压制了他毫无办法的刺屯斗罗 而另一个就更强悍了 就是五魂帝国现任女皇比比东 比比东的双五魂 同样都有着剧毒的能力 独孤伯的碧林蛇黄毒 根本不是他那两种蜘蛛剧毒的对手 尤其是比比东的领域 更是能够将独孤伯克制的死死的 可此时在战场上 刺屯斗罗根本扛不住手来对付他 比比东更是一直都没有出现 独孤伯就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而且他还是那样的小心谨慎 蛇本身就是阴狠的代表 不动则已移动 必定全力以赴 是最擅长隐藏的杀手之一 此时此刻 当碧林蛇黄毒蔓延在整个嘉陵关城头上的时候 这场战斗的转折已经出现 残叫声如同潮水般在嘉陵关城头上响起 那些刚刚上城的弓箭手们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射出三轮 就在这剧毒之下 毫无悬念地失去了生命 城头上倾斜的火力顿时消失 那些巨奴手也是同样的结局 武魂帝国魂石军团已经大乱 只要沾染上一点的绿色雾气 他们的身体就会被剧毒所侵蚀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恐慌中催动魂力 令剧毒蔓延的速度更快 一声声惨叫之中 越来越多的魂狮们 倒在那碧绿的雾气之中 有些魂狮在发现不妙之后 立刻就想城下跑 想跑又怎么跑得了呢 他们的动作就算再快 也不如那先前隐藏在岩石中 突然冒起的毒物速度快 只要沾染半分 立刻就会成为一个带毒体 当他们跑到城下的时候 往往已经剧毒攻心 本身又成为一个毒源 从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雾气 更加快速地在城内蔓延 面对这一幕 哪怕是独孤伯自己都不禁感觉到触目惊心 他虽然身具这样的能力 但这还是第一次如此大范围的对敌使用 眼看着一条条先前还是鲜活的生命 在自己的剧毒中死亡 他也不禁有些颤力 这剧毒继续蔓延下去 恐怕根本不需要天斗帝国大军攻城 加灵关就会变成一片死狱 他这碧灵蛇黄毒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剑血滋生 每一个尸体都是一个新的毒源 会令剧毒越来越多 独孤伯在出手的时候 只想到要尽可能地杀伤敌人 所以全力以赴地将自己的剧毒 释放到更大的范围 但是当数万人在这剧毒中接连死亡 还有死亡前冲下城头的人越来越多时 这些剧毒就已经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 就算是他自己 也绝不可能将这么多的剧毒收回体内 这是战场 战争依旧在继续 还没有人能注意到这些问题 没有了城上攻击的威胁 一次次剧烈的撞击 疯狂冲击着加灵关的四座城门 眼看着那些五米厚的巨大城门 已经被砸得向后陷入 每一次冲击都令他厚挫一段距离 城门被冲破 只是时间问题 惊恶斗罗哇的一声 又喷出一口鲜血 完了 一切都完了 当他看到独斗罗冲自己笑的时候 他就知道 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 哪怕是现在千刃血能够赶回来 也不可能弥补如此巨大的损失 这么多天斗帝国强者 加起来击杀的帝国魂师 都不如独孤伯的十分之一 尽管现在那些等级的魂师们 还在剧毒中挣扎 但他们死在碧琳蛇黄毒中 只是时间问题 伴随着尸体的增加 城头上的剧毒 已经越来越浓郁 这是一片死欲呀 就连双方强者 也已经开始受到着剧毒的影响 不得不将魂力释放出体外 阻挡这些剧毒的侵袭 看到那绿油油的一片 唐昊也不禁眉头大皱 但独孤伯也是为了战争的胜利 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但隐隐的不妙 还是出现在他心头 就算五魂帝国是敌人 在这城中连士兵带自重兵 总数量也超过五十万 要是真的都死在这剧毒之下 实在是友上天和 可是 现在还有谁能阻止这一幕的发生呢 轰 嘉陵关的四座城门终于被撞开了 但是雪崩却并没有下令进攻 在这个时候 他根本无法下达这样的命令 当城门被撞开后 已经能够看到城内已经飘起了那绿色的雾气 他不能让自己的士兵冒着中毒的危险 发动冲锋 歌龙元帅不愧是一代名帅 当机立断 立刻下达了命令 传令 弓箭守军团 魂师军团 唐家军 集中攻击力 在开启的城门处 一旦有敌人冲出城门 立刻 远程射杀 不得放过一个 现在 他能做的 就是阻止独孤伯的剧毒朝着天斗帝国大军这边蔓延 否则的话 这场战斗将没有胜利者 也将成为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战争 就在战争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剧毒陷入一个诡异的气氛中时 万米高空中 唐三和千刃血的战斗 也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状态 轰 赤热的火焰 如同岩浆一般 骤然爆发 成千上万的火焰剑 在空中朝着那蓝色的身影 传射而去 千刃血的身体 已经完全变成了赤红色 为了对抗唐三 他正在不惜冒着随时有可能被太阳真火抹杀的危险 超负荷的 吸收着那来自太阳的能量 感谢您收听陈颂无语